上次我们讲了后掠翼 我们说它有一个一烧失速的bug 需要打补丁来解决 其实还有一个一劳永逸 解决一烧失速的方法 那就是前掠翼 前掠翼长这个样子 它也有倾斜的前缘 所以后掠翼的好处它都有 同时折成这个样子的翼 它的斩向流动就是从外向里的 所以一烧上的斩向流动 就不会积累的那么强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一烧失速了 这回要失速也是一根先失速 没关系嘛 失速不失控嘛 我们就可以在低速下 获得更好的操纵性稳健 那为啥美国和俄罗斯 把前掠翼试验了一把就不弄了呢 前掠翼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叫做气动弹性发散 那什么是发散呢 发散就是假如A增加会导致B增加 而B增加又会反过来 使得A继续增加 那么假如说A有一点点的增加 都会导致A增加导致B增加 B增加又导致A增加 然后A增加又导致B增加 子子孙孙无穷惊议 最后A和B都会增加到 我们不可接受的程度 举个例子就是那首歌里面唱的 前掠翼的一梢在一根的前面 假如现在一梢稍稍变形向上翘起 那么这里的迎角就会增加 那么升力也会增加 那么这个增加的升力 相对于一根的力举 会使这个一梢继续向上骗折 继续向上翘折 迎角又会增加 升力又会增加 产生的力举又会让它向上翘折 最后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把机翼的刚度做得非常大 不那么容易变形 这样一来重量又上去 算了还是用后略意吧 点赞加关注就可以下课了 就会增加关注就会增加关注就会增加关注就会增加了